成都秋雨圣约教会是一间被特别击打的教会, 也是一间被主的特别恩待的教会。 在王毅牧师入狱以后, 李英强长老成为这间教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带领人之一。 李英强长老是2018年10月被案例为长老, 在一个多月以后就发生了129教案, 他也在那个时候入狱八个月。 在2019年8月他出狱以后, 他就一直在成都带领和服侍秋雨圣约教会。 今天他因为被警察带走了, 他没有办法来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他就只好提前为我们录制了一段视频, 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十下窄路,你我同行》。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当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是2023年12月9日的晚上, 离129教案五年了, 真是流光容易把人抛, 时间过得太快。 在川上也诗者如私父, 上帝用时间的流水, 把我们过去五年所经历的许多的痛苦, 眼泪, 征战好像都带走了。 但是, 其实都是存在 主永恒的 国度当中,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恩典, 是我们一同在 这任何一个世代 来认识他, 来经历他的恩典。 在这个夜晚, 我想, 我不想分享太多 我们是如何蒙恩, 能够得以 今天还能够站立。 我也不想分享太多 如何使用 秋雨世界教会 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还能够直谈, 还能够 祝道, 还能够从事许多公开的侍奉。 我想 跟大家 稍微分享一点 我们的软弱 和我们的艰难。 在我的身后, 可能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你看到 这有一个有盆兰花。 这盆兰花是 2021年 3月15号的晚上, 我从贵阳离开的时候, 张春雷长老送给我的。 第二天, 就是2021年3月16号, 春雷长老就被捕了。 直到今天 快三年了, 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就三年了, 还没有盘。 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 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市 叫德阳, 这里离得成都 五六十公里的路程, 我们当初 在成都被猛烈的驱赶, 无法落脚的时候, 是德阳的好民长老 帮助我们 去办了这个 跑前跑后, 办了手续看房子, 帮我们 买的这个房子, 当然钱是我们 借的 朋友的钱。 我们在这里住了不到 八个月的时间, 好民长老就被抓了。 在他被抓之前, 我们几乎每个星期 都去好民长老家吃饭, 他都请我们吃好吃的, 我们有很多的沟通, 他对我们一家的照顾 真的是 无微不至。 那好民长老被抓, 现在 也快两年了。 而不是快两年了, 是已经过了两年了。 在过去的 这五年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 被不断的驱赶, 不断的搬家。 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丢掉了工作, 现在甚至 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们 常常有 常常 有很多的同工 弟兄姊妹 因为被长期的看守, 长期的跟踪, 被 骚扰, 经历生活上 很多的艰难。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站在 站在你们面前的 秋雨 圣经教会 没有 没有会堂。 我们的主人牧师 还在监狱当中, 到今天他坐牢 满五年。 我们 许多的事工 确实都无法开展, 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遭遇艰难的时候, 最需要教会的 牧者同工 来安慰陪伴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不能够 到现场。 我们 所经历的 真的是 有谁软弱, 我们不软弱呢? 这句话真的是 对我们这 五年 来 最好的一个总结 和写照。 现在的弟兄姊妹, 也许你 你们从 外面看来 这间教会是 好像是一个 勇敢的教会, 是个坚强的教会, 但是 我要说 其实这是 一件软弱的教会, 我们 我们一直处在艰难当中, 我们的传道人 常常生活在 内外的这种 征战当中, 很难得到身心的安息, 常常在疲惫, 在困乏, 在焦虑, 在软弱当中 服侍。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 一直在 这样的状态当中呢? 我想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间教会 一直 坚持 走实际的道路, 坚持 走公开化的道路, 我当然知道 公开化的道路并不是福音 所必须的, 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必须 走这个公开化的道路, 我们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尤利亚当他以为 就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时候, 其实主说 有他 他在以色列当中隐藏了七千人, 我们 我们 我们当然知道 公开化道路并不是 福音 对必须的 应用 当然它更不是福音本身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间教会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 这个公开化的道路 意味着这间教会 是愿意 在国度当中 吸引逼迫的火力 王一牧师在的时候是这样 今天王一牧师不在 我们当中服侍 他在高墙里面 这间教会 在这几年当中 依然持守这一点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 有力量 了不起 而是我们看见 主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和他的托福 因为我们看见 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无数的 伤心的 疲惫的 软弱的 在黑暗当中 找不着出路的人 我们深远 他们能够听到福音 他们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 我们用一种悄悄的 一种方式固然可以传福音 但是 我们也看见 主给我们这间教会 把我们放在 众人的关注当中 不只是众教会的关注当中 也放在 甚至中国社会的关注当中 我们得了这个 得了这样的恩典 不是为我们自己 乃是要把福音 见证出来 上帝把王爷牧师 放在这间教会 上帝把过去 这些年当中 中国社会的许多的 有识之士 放在这间教会 生命被翻转 被牧牙 真正被福音得着 不是为了我们这几百个人 而是为了 在这一个时代 来见证主的恩典和福音 所以 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 主的福音却是 大能的 我们感谢主 今天可能 可以说是 中国教会 在二三十年来 最艰难的时候了 因为 从前我们有的一些的 灰色的生存空间 其实现在都已经 被没收了 被消除了 从法律的意义上讲 所有的 家庭教会 凡是不在宗教局登记 凡是不挂靠三思的 全部都是非法 那么就意味着 这些教会所有的 牧师长老传道 同工 带领的人 都是非法的宗教教职人员 这些教会所 收的奉献 全部都可以当做是 诈骗 这些教会所印的书籍 所开展的基督教教育的事工 全部都可以用非法经营罪来经营 而至于 这些教会 每一次的 聚会 包括主日聚会 甚至包括小组的聚集 都是 叫非法聚集 所以亲爱的 弟兄姊妹 我们其实没有 没有任何幻想的空间 就于 圣献教会 不是因为在政治上 有什么样的企图 而不断的经历逼迫 而是因为 我们在福音 在主所托付的意向上的持守 感谢主 我想 这一点 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 现在是看清楚了 王一牧师不是因为搞政治 而是因为他的基督的中心 他坚守 在福音上的那一个持守 不妥协 他坚持 教会要 要担当自己的使命 要担当主托付的 对这个族群的 要见证福音的这样的使命 他是因为爱 不是因为恨 他是因为 主所赐的 在那个先知的一个使命 而向要 要向这个时代 来说话 那感谢主 我们 我们教会的 现在的这些传道人同工 我们都是没有恩赐 没有能力 其实都是普通的传道人 但是我们看见 如带领王一牧师所走的这条路 是美好的 我们愿意继续的走这样的路 我们过去的这几年的软弱 但是 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软弱 也因着过去这些年的经历 我们越发的 看见十字架的真理 是如此的清晰和真实 我们也深渊 在这间教会 在更多的教会 有更多的人 被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来装备 得到那个十字架的身 我们也更 更加的盼望 也更多的教会 能够成为十字架的教会 就是不以 一时的 利益得失 不以 一群人自己的 安危 得失 作为计较 而是与主的国和主的义为念 能够真正来见证 以十字架的方式来传讲 十字架的福音 我感谢主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想 是你们的带导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拖住了 这间教会 虽然到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是软弱 依然是无难 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主权 我相信 神在 人的国中掌权 神为邪恶 划定了界限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将士 为了拯救罪人 这话是 十分可佩服的 是真实的 我们许多的同胞 将要 因着基督的恩典而得救 主也使用他的教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来 具体的 来拓展他的国度 我也相信圣灵的大能 圣灵必要 继续的在这个国当中 翻展人心 把得救的人 嫁给教会 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虽然经历许多的艰难 但是 基督是主恩典为王 背负实价 奋心福音 依然是 救世音教会的 一项捐言 我们所持守的 依然是中国福音化 教会国度化 文化基督化的 三环一项 而且我们依然 在软弱和战精当中 坚持 走公开化的道路 因为 城 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是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因为 主在暗中 所告诉我们的 他说 你要在房顶上 宣扬出来 因为 我们既然 被拆 如羊进入狼群 我们 所顾惜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 安危和性命 那是主 他所托福的使命 我们感谢主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就与 圣约教会的 这一群的会众 站到大家面前 是一群 软弱的人 是 一群软弱的 童工 所服侍的 一群软弱的会众 我们 有什么可 夸口的呢 我们唯独要 夸口 使得主的十字架 来夸口 我们要夸口 我们自己的软弱 因为 实在是我们看见 主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 我们核实软弱 主的恩典 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我们 稍稍等 那个得以钢强 所以我感谢主 我深愿 在这个夜晚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同来 数算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来 仰望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的时候 愿主圣灵的大能 在今天参会的 弟兄姊妹当中 感动许多人的心 正如王一牧师 曾经在 2018年的时候说 他盼望在2018年 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 有许多的人 蒙昭 起来要服侍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虽然 是透过视频 向你们讲话 但是我依然要奉主的名 在你们当中 来问你们 在中国家庭教会 进入到这样的艰难 进入到这样的患难 进入到这样的黑暗当中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奉献自己 起来将自己的一生 交给主来服侍他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向主来祷告 我深愿 在这个夜晚 有许多的弟兄姊妹 你们可以向主来举手 你们可以奉献自己 来和王一牧师一起 和秋雨深夜教会一起 和这个世代 所有的 忠于主的教训 忠于主的福音 我深在 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爱当中 愿意同心和意的来 走十字架的道路 奉心福音 在许多的弟兄姊妹一起 我们一起来服侍主 如果你 如果你 愿意 我请你 可以 可以开始 立志 来预备自己 我们 我深愿 在服侍 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上 我们可以 可以相逢 我深愿 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 一再的相遇 感谢主 愿主的恩典 今天 在 在这个夜晚 在弟兄姊妹当中 来得到他自己的荣耀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感谢主 阿们